Hello YouTube 我是李Sir 我們這條影片是講中4N1的第七法書的概念 然後就要講例子 那這個概念是什麼呢 就是之前那條影片就講過 上面的例子就講過上Curve減下Curve的概念 那這條也是的 不過我就想講一件事 就是有時候Curve不一定永遠都是上 永遠都是下的 有時候就像這條一樣 舉例現在GX是藍色的一條 接著呢 FX就是這條 那對於這個情況來說 很明顯的 就是如果是藍色的情況 去到由A到C 就叫上Curve 那紅色就很明顯是下Curve 那當它由C去B 就變成上Curve 而C去B 藍色就變成下Curve 所以我們計算這個Area 就要怎樣做呢 現在它叫我們計算 Bound by two curves 那後面就是用這兩個Curve 來減 但是就要分開 由A去C的時候 由A去C就是藍色GX 減紅色FX 由C去B 就要由紅色FX 減藍色GX 因為上下Curve 調轉了 那根據這個概念 我們來看看 一個真實的譬如 這個真實譬如是7.7 大家可以看譬如是 Find areas of the shaded region Bound by Curve 這條色很複雜 還有這條色 那大家都看到它給圖 我們用紅色筆來看清楚 上Curve 下Curve的情況 好 現在呢 紅色 就是二次方的色 藍色 就是三次方的色 有上有下 由於我的筆太粗了 所以其實這裏是有色的 這裏是有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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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嗎 以為沒有了 所以在0去3 X對於0 去到X對於3 就是藍色線 就是三次方的色 減紅色線 就看到了 藍色線 減紅色線 進回藍色一點 藍色線 減紅色線 那反過來 如果是由3去4 就變成 紅色線 減藍色線 紅色線 減藍色線 OK 所以你們要小心點 in in完之後 就要再加減 分開來 這樣算就OK了 可以嗎 那你自己小心點 算加減 那就算到答案了 那中間這些 Integration Polome就很簡單 只要小心點 用回我們之前學的rules 就可以了 那大家就做了 Practice 7.7 和這個25條 OK 那短片就到這裏了